接下来我们谈到今天最火热的新疆议题 在新疆这个题目之中 其实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知道一件事 那就是时代的变化真的是非常的剧烈 新疆的问题从来不是什么问题 为什么老师这么说呢 为什么老师这么说 因为新疆几乎不存在着什么集中营 或是种族灭绝的问题 更别提用人工去慢慢的采摘棉花 这几乎是一个无稽之谈 新疆的棉花占全世界供应量的20% 全世界不是只有中国一个地方 这么庞大的数量 你用人工的时间跟成本 你是能够跟得上你的交期跟需求吗 所以想当然而这个是办不到的 所以真正新疆几乎可以说是半工业化的农业 需要人力他一定是需要 但是绝对没办法需要整个维吾尔族都给你配进去 这是很难的 如果你认为他需要这么多人力都是用人手去摘的 那么你的所谓的妇女的子宫里面装避孕器 那就很奇怪了 我居然需要这么多的劳力 我当然需要让他不断的生小孩 那么我既然不让他生小孩 然后我又让他去用劳力去采摘棉花 那不是很奇怪吗 对不对 所以说只要一台的工业化的收割棉花的机器 就可以抵上至少1000人的人力了 那么万恶的共产党也不会蠢到是说 要用人力一朵一朵去摘 就像什么 就像打伊拉克 只需要用一袋洗衣粉当做政务 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就可以来去说 他是有毁灭性武器的 各位不知道知不知道 这其实是在于2003年 也其实也没有很久以前 2003年美国国务卿鲍威尔 他拿着一次洗衣服洗衣粉 我们那个洗衣服洗衣粉的白色颗粒物质 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指责 指责什么呢 指责伊拉克还有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 在没有没有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的状况之下 老师必须提到 这跟联合国没有关系 联合国没有授权 美国就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因为一袋洗衣粉 推翻了海山的政权 到现在多少年过去了 美国在伊拉克 哪怕刨第三尺 也没有找到任何毁灭性的武器 但是伊拉克的死伤惨重 美国有因此而负责吗 当然不用 因为这是为了正义 那么为什么新疆 既在根本上都没有所谓的人权问题 而会被拜登他们特别拉出去谈新疆呢 这个答案 其实稍微明白国际情势的人大概都知道 因为新疆 它是一带一路通往中亚欧洲极度重要的地理位置 让新疆混乱就可以阻止中国一带一路持续的发展建设 如此一来 欧美两地才能保持他们的暂时领先 不会被中国超过 所以现在所当其冲的是必须捏造一个不存在的灾难 催眠一些基层的百姓 他们认为新疆人正身处在什么水深火热之中 所以必须阻止什么万恶的中国共产党继续迫害人权 伊拉克 叙利亚 缅甸 不好意思 那边没有人权问题 这就像什么 很有趣的 就像台湾很多的百姓 都还在认为中国你是不能够讲政治的 如果你在外面吃饭喝酒应酬 你谈到政治 那么就会有武警来敲敲门 被公安抓回去 武警言行逼供 然后下放到劳改英里面 更还有人去相信 台湾随便一个工作 两三万的收入到中国去旅游 你就可以当大爷 因为你只要带几万块台币 就可以在中国当万元户一样的嚣张 纸醉金迷还可以九瓷肉铃 中国的也有人去讲 在南部有些的好朋友就讲说 中国每一个女人都想嫁来台湾 因为在台湾有好日子过 中国百姓每天都活在恐惧之中 而且人家给他说 不会 中国看这影片跳广场舞 大家安和乐利 没有你做那个事情 那是可能是以前30年前可能是这样 30年后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有人就会跟他讲是什么 那些跳广场舞的大妈都是演员演出来的 中国的百姓现在正在中共 独裁无人权的高压统治之中 以泪洗面台湾No.1 台湾价值如是说 老师见过很多知识分子 如果他们去说什么 说如果新疆发生过恐怖攻击 所以说在75动乱那个时候 这么的混乱 百姓跟种族跟汉人差异这么大 因为其实新疆的维吾吾尔族 看上去就像欧洲人 说坦白的那个种族是不大一样的 那为什么就不干脆让他们独立了 对不对 让新疆光复新疆独立 是不是大清朝以前新疆是自己的地方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思维 就怎么样了 好像民主这个东西讲出来 你就有神功护体 说坦白的你现在去新疆要他们独立 然后撤除掉所有对新疆维吾尔族的补助 停止中共在新疆的基础建设 你看新疆百姓同不同意 各位什么是新疆 很多人还是以为新疆 好像在看一些历史剧里面 风吹草地见牛羊 一眼望过去没有人烟 偶尔有几个帐篷 那么遇到现在哪怕是都市 也到处都是什么铁丝网 而且路上都还有武警拿着棍棒到处去巡逻 老师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乌鲁木齐到底长什么样子 好吗 老师今天算准备了一些图 乌鲁木齐 这个就是乌鲁木齐现在的状况 包含了这个也是乌鲁木齐现在的建设 这个也是乌鲁木齐现在的建设 这个不是台北 也不是韩国 这里也是乌鲁木齐 好吧 所以说你说乌鲁木齐 他生活在一个高度集中营 然后每一天都活在兵荒马乱里面 都在欺负一些不四字的维吾尔族 这个是一个蛮特别的事情 因为看这样子的一个景象 各位这边都是乌鲁木齐新疆里面 请问台北有比他们感觉更好一点吗 这个我觉得当然是见仁见智 但是看起来其实我相信这还有很多的一个思考空间 各位你说是吗 很多事情就在政客的两片嘴皮子底下 谎言他也可以成为事实 而回到我们主题 我们要先知道 任何美国要把它推上为主要目标的地方 通常都会变成美国的牺牲品 所以缅甸的军政府天天在路上杀人 那里也不会有人权问题 缅甸跟新疆 现在问题就是他们这两个地方 只要同时陷入混乱 对美国都是好事 因为对中国不利的就是好事情 这在外交的领域上 这个是正确的我们不要说美国多邪恶 我们看事情一定要公正的去看 对外交上敌人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好事 这是很正常的 而新疆真的会如同拜登政府的盘算 会陷入民主欢乐颂的混乱里面吗 当地的百姓会揭竿起意吗 会出现跟香港一样的打抢杂吗 说实在的10年前75事件曾经发生过 你现在要去发生这件事情很难 就像老师刚刚说的 就是少部分的人愿意 总会有人跟大家想法不一样 对不对 但是大部分的维吾尔州他也不会太愿意 为什么 因为经历过当年的75的恐攻事件 新疆现在自主的民防意识已经很强大了 当年75事件所造成的动乱 受伤的全部都是老百姓 没有一个是他们自己人 都是老百姓要被打抢杂 你觉得老百姓会同意这些激进分子 再度的上街去做暴乱吗 更别提现在有工作做 有防止处 现在你要什么有什么 中共给你的好处真的是比汉人还得多 你现在把民主怀恩送送进去 让新疆 我不要你们中国共产党这些万恶的 独裁的没人权的资源 他们也不同意 说实在就是这样 而讲到这里老师想到之前网路上看到的 不知道是香港还是台湾的一些 有一些民主义士 你知道吗 就是一些支持什么民主派的一些比较激进的 他们对于叙利亚的问题 提出了一个非常美妙的文字的堆砌 说的是什么 他们说叙利亚的百姓 在战火之中 他们失去了家园 失去了亲友 失去了子女 失去了爱人 他们失去了所有一切 但是他们获得了自由 这一段文字写的很悲壮 我真的觉得写的很悲壮 用起来也很美妙 但是各位有没有感觉 哪里有些地方怪怪的 你失去了一切一无所有之后 你告诉我这是自由 What the 你知道吗 这是太奇怪的事情 各位可能不太知道 叙利亚他其实并不是美国所说的那种恐怖分子 我们以前玩游戏 叙利亚的兵种就一定是自爆的恐怖分子 你知道吗 但是叙利亚不是这样 叙利亚这个国家 他还是包含了一个叫做大马四格的地方 就是出产大马四格钢的地方 这个国家是目前已知最早有人类社会的地方 目前在叙利亚出土的文物之中 早在西元一万年前 西元前一万年前就有人类社会定居的 中的跟什么迹象 西元前一万年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 我们举个例来说 我们的佛陀 释迦摩尼佛离我们实在太遥远了 所以关于他的生平事迹 我们只能从断检禅章之内 我们可以得到一些记录 佛陀他是什么时候的人 西元前六世纪 也就是西元前六百年 这有没有明白一点西元前一万年到底是多久 月以前的事了吗 而回到现代的议题 目前美国要把针对中国来进行三大地区的操作路线 这里面分别是新疆 香港跟台湾 针对台湾还特别什么签订了台美海防备忘录 不过这个备忘录 它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实际上美军离台湾最近的基地 海军的部分 琉球是空军 我记得海军他在横须赫 横须赫港 横须赫港如果真的有事要赶过来 其实也真的是缓不济及 因为距离实在太遥远了 而这里面最大的问题不是这个备忘录 而是美国把新疆香港跟台湾 这三个地方放在一起讲 这才是现在最大的问题 为什么老师这么说 因为香港跟新疆都是中国的领土 这个相信大家没有什么争议 为什么台湾会跟他们搬在一起 我们台湾是中华民国 你知道吗 不同国家你知道吗 不一样 如果你听了不服 请你派解放军过来 没有过来之前 我们是一个不同的国家好吗 不一样的国家 对不对 就像什么 美国会把澳洲现在的水灾 跟德州现在之前的大雪放在一起来谈论吗 不会嘛 对不对 你会把纽约的疫情跟伦敦的病例数放在一起来做评估吗 也不会嘛 是不是 为什么 因为根本就不是同一个国家 而美国拜登政府把台湾 香港 新疆放在一起谈 很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台湾被美国政府视同为中国的一部分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而在这个基础上 与中国进行的各项交涉 中国也不断的去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各位 如同老师一开始讲的 一袋洗衣粉就可以让欧美联军携洗伊拉克 一起抢光当时号称世界第四强国的所有的资产 你知道吗 一样的话讲久了 大家都会信你 台湾的问题也是一样 如果在这个让中美两国继续拿台湾来开算 把我们当刷刷锅了 一直开刷 当做你来我往的筹码 那我们台湾人将会陷入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任何只要被美国拿出来讲的都没有好下场 都会成为美国的牺牲品 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长期的关注这个问题 但是老师虽然现在说是长期 但可能也仅止于这几年之内 之后可能就不用再讲了 为什么 因为事情发展到现在 台湾已经被美国拉出来 放在台面上来谈的时候 好果子没有几天可以吃 我们在国内 我们的虽然有人说我们岛内 但是我们是中华民国 我们国内还是在过着一些 不知痛痒的问题 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国家危机 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好吗 好我们看各位什么问题 我看各位什么问题